那有人說 你就這樣跑啊跑啊 反應還是很熱烈 2024還要選總統 沒有 完全沒有這個計畫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面對主持人提問 聯盟否認沒有再挑戰 總統大位打算 只不過近期曝光不斷 除了做公益還幫忙黨內補選 難道真的沒眷戀嗎 2022年我就是做一個促銷員 做一個啦啦隊 幫助每一個找到我的候選人 我來介紹他 我完全不會想2024的 譬如自己已經在2020年 當過籃球隊隊長 當時的歷史篇章已經翻過去 自己也已經放下 不該再提當年勇 也強調沒有打算 選國民黨黨主席 希望支持者們能集中選票 不過談到2024年 他話中有話 2024年國民黨的負責人 絕對不能自私自利 心胸打開 誰能贏 誰能力搶支持誰 成功不必在我 自從上屆總統大選實力 又遭高雄市民投票罷免 對於政壇別有一番挺任 但他所帶起的韓流金句 依舊還沒退潮 過出去人進來 我們新北大發財好不好 好 對啦 我這個說這個 過去有一個說高雄 民進黨很多人對韓國瑜 這個身體非常誠實 即使嘴巴說不要不要 民進黨對我你看 所以他們認同這個 但他不能稱讚 他不知不覺他就講出來 究竟韓國瑜對藍營候選人 會是票房保證 還是如同綠營所說的票房毒藥 恐怕得等到選後見真章 近新聞謝偉 室右偉 採訪報導 會不會再說 開動 你可不思議 解開動 解開動 解開動